好那我請教一下王浩大哥 這個在台灣有很多人帶風向 好像沒有加入RCEP台灣要亡國了 沒有加入RCEP的國家 變成地球大孤兒了 那亞洲有兩個國家沒有加入RCEP 一個就是印度 一個就是台灣 這半年來每天股價拼命漲 印度還第一名 印度事實上漲幅遠比台灣凶 我給觀眾朋友看 老王今天這一張還不是長線的月線 總而言之 它跟中國越凶 它股價漲得越快 那有沒有這麼妙的事情 事實上你去看 莫迪講了一個話 他覺得台灣跟印度的關係 是身體跟靈活 你要不要零肉合一 大家可以考慮 但是印度之餘台灣供應鏈 它的角色非常類似 20年前的中國 而且它也是人口勞動力大國 所有可以在中國執行的工廠 跟執行的供應鏈關係 也很容易在印度執行 所以為什麼我幾次把印度南方的青奈特區跟深圳特區類比 因為他們有同樣的結構同樣的條件 而且莫迪現在Copy北京的政策更快 當年中國是Copy台灣的出口外銷的特區 所以他一步到位 莫迪現在也一步到位 來我招商來我給優惠 然後我這個金融產業出來 我港口弄好出貨 所以事實上整個全球供應鏈 有一個根本性的結構的洗牌 對這個情況實際上過去十年在不斷的強化 那當然這一兩年因為中美貿易戰的關係在加速 那印度的情況確實跟中國二十年前 甚至十年前 三十年前都很相像 一個是他當然也是個人口大國 現在跟中國的人口幾乎不像上下 但是它的特點是比中國人口年輕 對 那第二一個這個印度的 因為有相當部分的人是受英語的 有受過英語的教育 然後他們的這個大量也是提供所謂 這個訓練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軟件工程師 和這方面的工程技術人員 所以從這一個他的人才的結構 也是非常有利的 尤其是這個印度人 也是在全世界各地有大量的產業和貿易和投資 那實際上他們的 賀錦麗的名字雖然是中文 他真正的血統是印度裔的美國後代 他媽媽是印度裔 那所以從理論上來說 印度政府吸引外資回流 中間很大一部分也是吸引印度人的資金回流 這跟當年中國吸引華僑 吸引台資 吸引港資回流是一樣的概念 那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全球產業鏈的調整 本來就是一個不可阻擋的趨勢 那對於台資來說 他這種佈局 當然是全方位的 不光是在印度也在越南 也在這些其他東南亞國家 那我想這個方面實際上 確實沒有受到RCEP很大的影響 因為RCEP它的本質問題是這樣的 就是它是由東協最早提倡的 那東協本來是跟中國 已經有一些自由貿易協定了 然後東協跟日本跟南韓 也有自由貿易協定 只不過就是現在它把這15個國家 拉在一起 那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促進這15個國家 自己內部的貿易 所以相互之間互免一部分的關稅 但是實際上你如果仔細研究 它的協議的內容的話 它可能沒有85%以上的內容 只不過是他們相互之間已經現有的 自由貿易協議的 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的一個延續 那新加入的 他們想要新加入的自由貿易協議的部分 特別是在服務行業的部分 或者科技行業的部分 他們是要有一個15年的逐漸減稅的過程 所以說它的整個效益是不會這麼快的 它是一個15年的逐漸過程 而且當然了 它還要用兩年時間 這15個國家要國會批准 每個國家議會批准 所以它整個實際的效果是 要一段時間才能體現出來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一個最重要的是說 所有這些亞洲國家 本質上它的內部消費都是不足的 它最終的目的 它的生產線產業鏈都是為了出口到美國和歐洲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它整個這個動作的目的 只不過是為了它的產業供應鏈的一個相互之間內部運東西 運來運去比較有幫助 但是目的都是去歐美 那關鍵是如果台灣有它特殊的產品 歐美也都需要的話 那說老實話 對這些國家本來我們就不賣到東南亞或者中國 它們內部不是為了吸收我們台灣的產品 台灣的農產品或者台灣的石化產品 實際上中國東南亞本身內部是不吸收的 它要的都是拿去組裝 然後出口到歐美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 只要台灣的產品本身歐美是需要的 是有競爭力的 實際上影響不大 好 我們稍後回來